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上一篇第三篇 说到大卫有很多敌人 来到第四篇竟然有些上流人 做大卫的敌人 所以第四篇的主题就是 大卫肯切祈祷 终于得到益处 圣过上流人 我希望大家 在这篇诗篇中能够得益处 我们一起祈祈祷 慈悲的天父 世上有很多敌人 有些是有势力的 有钱的 但是最高的权势是在你那里 求主教导我们 好像大卫一样 来投靠你 得益处 奉耶稣基督明祈祷 阿们 诗篇 第四篇 大卫的诗 交给圣荣团长 用诗言的乐器 求助的晚途 显我为义的上帝 我呼求的时候 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境中 你曾使我欢唱 求你怜悯我 听我的祷告 你们这些人 你们把我的尊荣 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 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将 虔诚人分别出来 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谁听 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要心里思想 并要安静 当献上公义的制 又当倚靠 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 求你用你脸上的光 照耀我们 你使我心里喜乐 胜过那丰收 五谷伸走的人 我必平安地 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 耶和华使我 安严居住 大华在这个祷告里面 他认为那些上流人 使他羞辱 他又认为自己是一个虔诚人 神一定听祈祷 给他有好处 究竟什么叫上流人 研究诗篇第四篇 我们发现了 这里所使的上流人 就是第七节 大卫说 他说 求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伸走的人 上流人就是这些丰收五谷伸走的人 也就是他们是有钱人 也就是他们寻求饮酒 物质丰富快乐的人 这些有钱人 这些快乐的人 就歧视大卫 使他的荣耀变成羞辱 这些上流人就讥笑大卫 你得到什么好处 但是大卫 以靠神 他认为他得的好处 是比这些上流人 大卫认为他的祷告 神一定使他得好处 究竟大卫如何祈祷呢 一开始大卫就这样说 显我为义的神 如何显祂为义 意思就是那些上流人 冤枉他 说他不义 说他犯罪 但是大卫认为不是 求神显祂为义 就是证明他没有犯罪的 为什么呢 大卫下文就这样说 他说我在困苦中的时候 你曾使我宽广 现在我求你联吻我 听我的祈祷 因为那些上流人 使我的荣耀变成羞辱 就是我本来是义人 现在他冤枉我 说我犯罪 但是大卫认为那些上流人 寻求的是虚假 寻求的是虚妄 就是那些有钱 外表穿漂亮衣 那些生活 大卫认为这是虚妄 大卫认为唯有虔诚人 神就将虔诚人分别归给自己 虔诚人的意思 就是他专心去寻求神 结果神就使大卫 在最后一节就说 神使我安然躺下睡觉 使我安然居住 原来寻求神 神给大卫心安理得 各样都有 神保护他 非常宝贵 大卫在这篇诗篇里 认为那些上流人 使他的荣耀变成羞辱 为什么 因为上流人冤屈他 大卫认为他们得的好处是假的 大卫得的好处才是真实的 这些上流人 为什么他们得的好处是假的呢 经文说他们想得的好处是 封收五谷伸走 意思是他们的目标是食物 目标是物质的享受 我们知道物质的享受是暂时的 大家一定想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无知的财主 这个无知的财主 田产丰盛 甚至那些财物多到没有地方收藏 结果这个财主一生就拆个小仓 就建一个大仓 一生就做这件事了 说起来这个财主一直发下去 不是挺好吗 但是夏文神就对这个财主说 无知的人 我今晚就要收你的灵魂 你所积蓄要归给谁呢 很清楚 这个财主以为今生很多粮食即存 他就是很理想的人生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死 没有想到死后的财物 不知归给谁 凡是追求物质丰富的人 这道经文说 这些上流人所得的是虚妄 他所寻找的是虚假 所罗门就是这样 所罗门王最有钱 权力最大 最多享受 但是他写传道书 他发现日光之下 都是虚空 都是竹影 都是暴风 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 很痛苦 因为物质的世界 不能够真的成为他的满足 但是戴卫形容自己是虔诚人 虔诚人和上流人就很不同了 上流人是追求丰收五谷伸走物质的 虔诚人是什么意思呢 虔诚人是追求丰臣的关系 追求属灵福的 在英文的说法 但敬虔这个字是godly godly 即是向着神 各样都寻求神的关系 这就叫敬虔了 各位 大卫寻求这个敬虔和神关系的福 结果他如何 结果经文说他 他的心里面就快乐 心安理得 没有自救感 不单止这样 大卫又说他安然躺下睡觉 并且安然躺下睡觉和安然居住 并且安然躺下睡觉和安然居住 这个安然躺下睡觉和安然居住 这个永生的盼望 这个永恒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 宝贵的地上的伸走五谷很多很多 所以虔诚人所得的好处 和这些上流人所得的好处 是完全不同 盼望大家 做一个虔诚人 追求属天永恒的好处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求你用你念上的光照耀我们 诗篇四篇六节